酒酿鸡肉羹的做法步骤 1.准备材料 2.准备调料 3.鸡腿去骨去皮 4.用调料腌制20分钟 5.百合用温水泡软 6.锅中煮开水倒入鸡肉 7.超煮片刻出血沫颜色发白便可捞出 8.放到冰块中冰镇 9.用手撕成小块 10.锅中煮开水加入酒量 11.倒入百合 12.倒入鸡肉块 13.关小火加入鸡蛋 14.用水淀粉勾切 15.便可出宫 小窍门 1.鸡肉用手撕起来更香 2.鸡肉皮热硬冷 使鸡肉更嫩更爽滑吃起来不会柴 3.鸡肉刚开始用刀背来回轻 使鸡肉更入味 2.鸡肉海底 5.鸡肉切惊喜 3.鸡肉果